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搞机作战室 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MK165Q32S显示器 安装支架遮光板教程 我们收到货,打开包装 分别由显示器,支架,底座,电源线,信号线,遮光板,保修卡,螺丝等工具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东西齐不起全 确认无误之后,首先准备好螺丝刀镊子 我们开始安装显示器支架 拿起支架和底座,将支架凹槽,对准底座凸起的地方 再将底座下的螺丝拧紧,支架和底座就组装好了 组装显示屏和支架的时候需要注意保护好显示屏 桌上不要有硬物,垫一层柔软的布 接着我们把支架上方,对准显示屏的后方凹槽 当你听见卡住的响声,就证明固定好了 要取下来也很简单 扣住这个开关,把支架倾斜一点角度,往下拉就可以取下来了 我们把显示器组装好了之后,来安装遮光板 可以看到显示器左右两边都留有小孔 我们用镊子,轻轻把每个孔的橡胶塞子取下来 接着上遮光板 遮光板是分左右的 我们先来上右边的遮光板 螺丝对准显示器的螺丝口之后 我们开始拧紧上下的螺丝 都拧好之后,MK显示器基本组装完成 大家对于这个教程还有问题的话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未兴ten 投资品 投资品 男子 到最为大